明朝有三大猛男团 东厂 西厂和锦衣卫 其中锦衣卫的名声似乎更好一点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话说周元璋当了皇帝后 不但没有进入舒适区坐享红服 倒是天天愁底下人搞得王位坐不稳 为了防止被别人搞 他就整了个武装部门搞别人 锦衣卫的装备有几大特点 鸾带 绣衬刀和飞鱼服 看上去帅气炫酷 光鲜亮丽 那干的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事 除了保护王上 锦衣卫还提供调查抓人审讯一条龙服 而锦衣卫发明出来的审讯方法 可以写一本大名一百大酷刑 比如最有名的就是停账 俗称打屁股 有很多朝廷重臣就是被打屁股给打死的 朱元璋利用锦衣卫搞死了很多老部下 连有免死铁券的李山长都没放过 皇上说这叫死亡通知书 为了表示诚意 接下来还把锦衣卫的老大爷给咔嚓了 大哥 我已经把李山长搞定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先挂了吧 那锦衣卫就消失了吗 并没有 没过多久 朱元璋又利用锦衣卫弄死了蓝玉大将军 等人都杀得差不多了 朱元璋就废了锦衣卫 为人温和的朱允文在位期间也没用锦衣卫 但很快朱弟成了他们的第二春 朱弟抄向他爹 又清除玉兰胜玉兰 为了坐稳王位 特别是为了除掉朱允文的余孽 扩大锦衣卫的队伍 之前被废倒的刑具又悄咪咪的回来了 你命三千 新生态锦衣卫为朱棣杀了不少人后 全力达到了顶峰 锦衣卫的头子一个叫季刚的 居然嚣张到要夺皇位了 朱棣是何等人物 三两下就把季刚弄死了 完事后 朱棣一寻思 不行 锦衣卫翅膀不能太硬 得弄点人 杀杀他们的气眼 那找谁呢 没错 因为锦衣卫太嚣张 明朝另一个男团 东厂诞生了 后来又诞生了西厂 一起组成了明朝的厂威制度 而锦衣卫很快就被宦官抢了风头 从此走向了水落 所以电影里很多锦衣卫要受东西厂的气 这就是锦衣卫的故事了 我为东厂立国功 我为西厂流过血